台长讲故事 人生大道理 有天上一位佛到人间来 他呢 看见了一个商店的一尊佛陀的像 他一看 哎呀 真像我的本师 释迦牟尼佛 而且呢 是亲同所住 法喜充满 我要把他请到山上去 把他供起来 一开光 让所有的人都感觉到 法喜充满 请问这位殿家 这尊佛菩萨的像 售多少钱 五千块 啊 五千块 能不能便宜 不能 这位佛心想 既然这样 那我就回山上去 回到山上 跟这些小和尚 这种僧人一讲 这么好的一尊佛 那我何不把他带回去 开光啊 所以呢 他到回到寺里去之后 很多小和尚问他 我们这位佛啊 你知道 这一尊这个东西能卖多少钱 大概我认为五百块钱 可以结个圆 所以 所以佛说 天理由存啊 万丈红存 我佛慈悲 普度众生 我一定会让这个店主忏悔 他开这么高的架 所以 佛说 你们按我的方法去做 第一天 一个小沙米 到了这个店里 跟这个店家说 你能不能把这尊佛 这尊佛请给我呀 多少啊 四千五百 结果 不卖 第二天 又派了一个小和尚下去 说 四千块你卖不卖 不卖 天天这么降价 到了第九天 已经降到两百元了 眼见一个一个买主都走去了 这位店主非常的难受 责备自己啊 太贪了 你看 一天比一天跌价 我早一天卖了 我不就好了吗 等到第十天的时候 他说 今天如果有人来买 我不管什么价钱 我都给他了 这位佛下来 说店家 我花五百块钱 你买不买 老板高兴的问得了 说 哎呀 今天反弹了 上升到五百元了 马上卖给他 还送他一个佛刊 佛笑嘻嘻的 谢绝了佛刊 佛说道 欲望无边啊 凡事要有度啊 一切 一切 适可而止 善哉 善哉 欢迎菩萨在心中 他叫我善待众生 做人要不谈不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爱你 我愛你